11. 把历史带入歧途的大逃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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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阴山市陡峭 损失马匹1000多 粮食一大半 侥幸逃脱了解放军 还没有来得及合围的包围圈 随后 江华亭又带领一部叛军 对占领错纳宗的解放军进行了围攻 掩护叛军的大部队 集随军人员逃窜 叛军在江华亭的掩护下 退到错纳山以北 龙子宗以南地区 11. 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率领大军 好好荡荡从三面包围上来 无路可逃的叛军 只好拼命翻越横跟在前面的大雪山 江华亭与恩朱带领一部分叛军断后 当围检叛军的解放军部队赶到雪山脚下时已经持了一步 江华亭站在雪山顶上 指着山下我军追兵 向叛军首领恩朱无不炫耀地说 看明白了吗 这是毛泽东的战略战术 共军在任何情况下 都是严格执行他的作战原则 与共军作战 只要认清这一招 他们再没有什么高明办法 我们过去如此 将来还要如此 懂得敌人战术 加以灵活运用 敌人没有三头六臂 恩朱和江华亭 带领叛军向南 翻了几道丘陵式的雪地后 就到了印度的防线 按国际法规定 叛军被印度边防军搅了线 我的研究西藏评判战士的战友认为 江华亭虽然只是一个可取的小人物 但他在特定的环境和条件下 把历史带入了歧途 正是他的谋划 使这批人脱离了被解放军权先的命运 包括他们的后代 后来成为分裂祖国的动乱员和主力军 干了大量坏事 但是 如果这支叛军 不是按照江华亭的意见 而继续留在西藏打游击 那结局只能是被全部消灭 如果那样的话 境外藏人的独立势力 绝对没有这么大 流亡印度的西藏人 是吗 姐姐 爱美好红丁 这只能是在环境下 让我们冲了 想ätt队来说 我们就去习递划了夜的时候面了 我习惨负负负负负负负责 我们自己冲闻了